你有沒有捱過,你有沒有做過Cat Affair 當然有 你也有,我見不到 我住過地下室去跑龍套 然後跑完龍套,還要被人騙了龍套的錢 那時我上開心大綜藝 跟XX做了一個舞台的 你那個演員,去被人欺負那個感覺 他們說明明,為何你在現場的感受那麼強 我說因為我真的經歷過 我想很多觀眾心目中,這位女孩子又漂亮 家底又好,事業一帆風順 愛情更如意,拍十幾年結婚 好像沒有什麼挫折 她的人生是否真的沒有挫折 是開心還是不開心 今天就決定一邊摸杯底,一邊聊天 了解真實的臨下眉究竟是怎樣的 你好,Rocina 你好,多謝你邀請我 這輪熱播,寵愛的寵物 我想問一下,這部劇 有人說,跟動物拍劇最辛苦的 在接的時候,你有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 我是很想拍這部,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我有養開寵物 我自己很喜歡動物 雖然也知道這個拍攝的過程是很辛苦的 但沒有想過,我只是很想拍這個題材的劇種 還有一個機會讓我說,可以演到這種類型的劇集 但又差點拍不到 因為那時疫情,發言人延期了 然後撞了屁股的旗 我跟監製說,我真的很想開… 曾經是因為撞旗,可能會脫掉 可能會脫掉的 可能會脫掉的 不知道他們能不能等到我 但是很感謝監製 其實兩邊劇組都很感謝他們 大家盡快拍完我的電影 那你不是很辛苦嗎? 如果你兩邊一起跨 他們經常都… 我不怕辛苦的 因為我很想拍這部電影 你不是闊太嗎? 每個人都說,你是闊太 我是一個專業的演員 兒子也不怕辛苦 我不怕辛苦 我比較享受在戲劇世界 我想問,因為你有養寵物 所以你拍寵物的電影,應該特別有感受 你現在有三隻 你之前有沒有經歷過任何寵物的生離死別? 有,當然有 其實我拍這部電影時有緣分 一,就是我自己有養動物 我很想拍這部電影 第二,就是其實在拍這部電影之前 我的寵物,就是我廈門那隻狗就過了生 但是我香港那隻大狗又病了 那時候是拍《逆天一上》的時候 要做一個很大的手術 因為他年紀很大,我就怕他過不了 很有緣分地在,我希望我的生日願望 就是他可以過到這一關 可以健健康康 真的就過了 所以我在生日的時候就錄了 我那首《因為有你》這首歌 那段時間是我每天都陪伴著他 我去照顧他 你自己也挺遲的 是,因為很感觸 我每天去到,我希望在醫院 他第一個醒來,第一個見到的是我 然後我就帶他回家,我親自照顧他 那段時間我整個月都躺在地板 我是陪他一起躺,是躺在地板 因為他不可以動 我又覺得他身邊會有安全感 所以那種為何會填詞呢 是我一邊寫,其實我一邊哭 我希望我的生日禮物 就可以有一首歌 是跟我的狗狗有一份紀念 但其實,剛才你也說了 你是個專業的演員,不怕辛苦 說回一套劇,狗是很重要的元素 我想在演員裏面 周家樂也是另一個元素 其實,剛才你是專業的演員 但你是一個專業而有地位的女花彈 其實一開始跟你說 喂,子弟戀啊,周家樂 因為你以前拍攝的都是當家小生 他也是當家小生 我剛剛想說,他是我的其中一個好朋友 他也拿了最佳男配角 但他年紀真是小 相對之下 那一刻,監裏跟你說 貝周家樂,你是姐姐 我不是姐姐,我是一個演繹 我不是姐姐,我是一個演繹 有沒有任何一個關心,還是沒有呢 其實,怎麼說呢 為什麼我說我很喜歡拍這部電影 因為他可以讓我體驗不同的人生 因為我在生活上不會經歷過子弟戀 我身邊的朋友全都是比我大 這次我第一次說要跟家樂合作 其實我挺期待 我自己也有留意他其他的作品 我覺得這個演員也挺有趣 他有他自己創作的那種思維 我都很想去試試新的partner去有火花 不過也有點擔心 你擔心大家看起來是否合不合 大家演繹有沒有火花 是,都有想過的 因為我沒有試過跟真是小過我 他都小了我七歲多 是呀,是呀 而且他的樣子更像嬰兒的臉 是呀 這件事要你虧了 是呀,好彩我都保持到 他現在的歲數 但看上去叫他扮中學生還可以 這件事就是有一點點 我覺得是不同的 大家看到的他可能以為他是很年輕 其實我跟他實際合作 我覺得他都挺成熟的 有些時候他就說 其實他一開始我也有問過他 他經常都在訪問他說 我本身以為不是你拍 因為之前有很多阻礙 差點拍不到 他說原本不是我拍 他原本有些開心 他心想 我應該跟明明鑑不到他這麼正劇 這麼正經 因為可能他看我的劇 都是比較嚴肅 我每一套都是專業人士 教授、律師 一套有惡 不知道我跟明明鑑不鑑 怎知道一開劇 他會說原來他有時覺得我比他還傻 他會覺得這個人 他會覺得他形容我是瘋的 對於拍戲來說 我是很氣癡的 很在戲劇世界裏面 所以我們的火花也很有 但是現實生活當中 你沒有遇到 因為你的朋友全部大過你 你是沒有遇到一些適合的小弟弟 還是你根本接受不到子弟戀 現實中的 我沒有想過 其實你說接不接受到 我從來沒有想過 因為我沒有接觸過 也沒有其他的思維 其實我的生活是很簡單的 這是真的 你知道我做訪問也要做一些功課 我去搜尋你的資料 你真是挺好的 你又沒有非文 沒有不和 這些是沒有的 我沒有的 拍了十幾年 就結婚了 你為什麼可以 怎樣說呢 我不是說溜些什麼 其實這麼多年來 你跟這麼多個英俊合作 完全沒有任何方心蕩漾 或者你還沒有結婚之前 你沒有完全 其實他也挺好 甚至是拍攝的時候 覺得他真的有一點愛上他的感覺 你有沒有這些東西 這麼久以來 我會在戲劇裡面代入 我會在戲劇世界 我分得很清楚 你是很快 一剪機就變回想了 那不是一剪機 最少也拍完這部電影 因為我要投入 但你有沒有真的 譬如在戲劇 你愛上那些人 有沒有試過在那段時間 你完一部電影劇就抽離 但在那段時間 其實真的有一種 始終演員是扮買情感 真的 我是不是真的愛上他 有沒有這些曾經出現過 我應該怎樣說 應該不是說演員愛上他 是個角色 因為我做每一部電影劇 為什麼他們不是說他會瘋 我會寫每一個角色 我會寫人物小傳 沒錯 除了他的劇本原有的東西之外 天書那些大綱之外 我會寫他整個前傳 或者這個故事 這個人物他經歷的東西 你會賦予了你的角色 他會很細節的東西 沒錯 他會很細節的東西 所以我會很在那個角色裡面 去代入 有些時候我拍哭戲 很多人說明明你 為何你會即時想些甚麼 為何你會哭 我說你是不是想自己的東西 我說我本身 林夏威是一個不喜歡哭的人 我是一個很樂觀的人 以及報喜不報憂的人 所以我不是很喜歡哭 所以你是入了那個角色 但我是很在那個角色裡面 所以你問我在拍攝的時候 譬如今次我是甘惠婷 甘惠婷在那個戲裏 真是很愛汪星人 但他真是被汪星人感化了 而他一開始都覺得抗拒子弟 他為何會不適合大家的價值觀 覺得他騙神騙鬼 我又是 即是全心思 是的 我又是很講專業知識 很看科學的東西 我會覺得大家的理念很不一樣 誰不知在故事發展裡面 就會慢慢慢慢大家都會改變 所以是甘惠婷 口愛汪星人 你是入了那個角色 所以你沒有所謂的 抽離不了 因為你沒有用 你演的時候 演的那個角色 你不是林夏威出發 還有我抽離不了 你說七公主我真的抽離不了 我抽離不了 是我的那種情感抽離不了 怎樣呢 因為七公主是一個很悲情的人民 即是他們覺得顧羽煙 其實顧羽煙是很悲慘的人民 他因為很愛他的老公 所以他才會這麼瘋 他經常去療市鬥飛 經常去立火頭 是因為他很想沉死 因為他每次要自殺 那些人都要救他 不讓他死 死不了 他經常都會說 不如你殺了我 但是你在那段時間 那個情緒真是… 很辛苦 有好朋友 是的 我都成大半年 因為這個電影都拍了幾個月 我在拍之前 其實一個月大家都有遺讀 是做了功課 好入 其實到後面 我每天拍的時候 我下班回來 我都是要哭很久 在那個思緒上 我老公半夜起床 他說你沒事 不過他都習慣了 所以我覺得他很差 其實另一半是很重要的 他那種體諒 我都很感謝他 不如你接喜劇吧 你不要再接這種角色 他也不會的 他很支持我的工作 但那段時間真的是 晚上紮醒 我跟他要分房睡 他都這麼嚴重 那我在電影裡 我是死老公 我的角色 所以他們為什麼會說 我很瘋狂 我一演戲 我真的很在角色進入 那條路安排得很好 一來就女主角 然後進TVB 你在我的紀錄上 由結婚方程式開始 第一部劇 你是沒有做過Cat Life Fair 起碼所有劇集集在TVB裡面 有名有姓 你看回就算是維基 大家全部都有名有姓 其實你有沒有經歷過任何挫折 你有沒有捱過 你有沒有做Cat Life Fair 當然有 你也有 我看不到 我住過地下室去跑龍途 然後跑完龍途 還要被人騙了龍途的錢 你在做中央戲劇學院的時候嗎 是的 讀書的時候 怎樣呢 可不可以告訴我 你那時候有多陰功 是的 因為 其實我不覺得是陰功的 當時也不覺得 你現在看回頭也不覺得 我不覺得 是嗎 OK 其實我一直以來 都說我很珍惜每一次的機會 為什麼我現在經常都會說 我不覺得現在這樣 有時開工很辛苦 那些人經常都辛苦 我一點都不辛苦 覺得是很感恩 你還可以追逐自己的夢想 還可以做到自己喜歡做的事 是很難得的 那時候怎樣被人騙了 其實那時候去考大學 也沒有親人在身邊 也沒有朋友 你自己一個人在北京讀書 你又要懂得照顧自己 覺得有機會可以去劇組 別人說今天要臨時演員 就很積極去希望可以參加 你都積極的 你不會等的 如果有機會你都會去的 當然 還有以前哪有現在這麼好 公司要去安排 最少現在都是在一個很安定的 穩定的生活 很舒適的生活 Casting都是 監製覺得你適合就有什麼 你最少都不會去經歷那些 你未知數 以前你真的要自己去 準備一些資料 你自己去工作 你有的 有的 有的 然後你要去逐個劇組去敲門 希望別人給你機會 但是那時候 我經常覺得 始終人心裡不熟 一個女孩子 你是獨女 你爸媽首先有沒有擔心 原來一個女孩子 還有一個有知識的女孩子 其實不害怕嗎 這樣去敲 這個都是 其實我爹地媽媽應該不知道 他們其實很多時候都不知道 不過這個就是一開始 他們都不是很支持我進行的原因 正常都會 說真的大家對這行人不是很熟悉 總之覺得 看到新聞 好像不乾淨 當然不是的 我爹地媽媽是很開明的 還有他們是給到很大的正能量 但是他是不是一開始都支持你讀戲劇 還是 他們應該說支持我的 是我的身心發展 只要我覺得 他覺得適合我的 如果是你做到的 你就證明你 說回你的龍套 你逐個敲門 整個東西是我是林夏美 就是這樣 那要怎樣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你去試了很多戲 都未必別人一定是用你 還有你都會見到很多八甲眼 別人又不會認識你 其實都有遇過很多 你可不可以說一下有幾八甲眼 就是那種當時你遇到 你去到都是 希望大家可以給一些機會 別人都不會理睬你 看都不看 其實是後來是去到 你考入中央氣球 那時候是未考入準備考 他去到考入中央氣球院之後 就多了一些機會 因為他們會來學校 他們會來學校來找演員 這樣就更安全一點 就不是以前那種 你說我考大學之前 因為你在很短時間 租屋是很貴的 那我就說 我不想被家人擔心 還有他們不支持我 我很想證明他們 我的性格就是比較挖強 我是很堅強 很堅持自己的夢想的人 我就是會跟我媽媽說 總之我考不到 我不會回來 所以我是 每一天我抱著一個 我一定要考到中央氣球院 就算我去追巴士 那些巴士 我就說 林漢薇你追不到那輛巴士 你又考不到 所以你就要這樣 所有的東西都是我的動力 我一定要做到 我一定要做到 我一定要證明給我 我可以看過 我想問現在當然是 北斗業的 如果真的考不到你 我不會回來 就繼續考 繼續 今年不行 明年 就是我會堅持自己的 我想做的 我就會盡力做 但是你說你被人騙過錢 連那些跑龍套錢也騙過 其實我覺得我到現在 我是很感謝他們 因為你遇過的挫折 是令到你現在 你人生之中 令到你成長的過程 是一個豐富的一堂 而且你會珍惜 是呀 我真的很感 她多少錢 三十元 那個年代 三十元 一組 我當時還未懂 一不一組 只不過她說 現在有個劇 有跟男女主角同場 但你們就在下面 站在鼓掌 我都會去做 其實你是一個棋廁 你的演藝 你熱愛演藝 有沒有特別有一個人 或者是一個偶像 是你小時候影響到你 有些人就說 因為是誰 所以我好想入這行 你有沒有這一個 Role Model在 我首先家裏有一個阿楓 他都是我小時候都很欣賞的一個表演者 因為你會看到他都很全能 他唱歌 我非常感謝他 令到你珍惜 但有沒有哪些 你覺得那一刻真的很想哭 其實 你記不記得那時我上開心大綜藝 和Yoyo做了一個舞台的臨時 你那個演員去被人欺負的感覺 他們就說 明明為何你在現場的感受那麼強 我說因為我真的經歷過 不是正確的那件事 只不過你那種被人無視 被人覺得 但我為何會說沒有一個細節 我會記得那麼清楚 因為我從來不想記這些 我希望我自己永遠都是一個比較正能量 不要去受別人打擊 我覺得我自己都挺硬正的 明白 你的性格是很正面的 我是很正面的 我希望這些是給我另外一方面的能量 但的確是有受人受過 真是白鑑眼 當然受得多 不望你 這些都不是小的 總之你是 你很多時候就要說 其實這些事我沒有怪人的 你只可以說 你以後做好些人就會看到 除了在事業上努力 整個團隊的人努力之外 我想背後的人支持也很重要 我剛才說過 拍十幾年拖就結婚了 不是 我和老公不是拍十幾年拖 不是 兩年多而已 那又結了 是的 這麼快的 我覺得適合就結了 但其實你 他真的很忙 他這期又要拍劇 又要宣傳 他就很忙 他有沒有投訴你 他也很忙 這是我們兩個相處得最好的地方 就是大家很有溝通 還有很有包容 這個東西 我們都結婚了八年 大家的相處模式 亦思亦有 他又教了我很多東西 我們有很多角色扮演 很新鮮的 他除了是我老公 還是我好的朋友 他又是我生意的partner 他又是我的老師 教了我很多人生的東西 還有我其他生意上的東西 他教了我很多東西 但是沒有吵架的 沒有 我們兩個都不是喜歡吵架的人 八年裏面都是沒有什麼 怎麼說呢 當然是愚交似漆 你不是說完全沒有那種 不會的 我跟我老公那些 其實我很少跟別人吵架 你會說是要做聲解決還是怎樣 一般都是我 你啊 你這麼好的 我會直接哄她 無論那件事 你覺得是哪個道理 是哪個道理 你都會出聲 因為我老公他又不會出聲 他不會跟我反駁 他不會跟我吵架 這些最高張 不理你 他不是不理你 他會沒有東西 其實他都明知道 其實大家是很需要體諒大家 這件事情就是 第一次又可以公開說的是怎樣 那件事是怎樣 就是有一年他生日 那些人會覺得 可能你們送的東西都是很貴 或者送的東西 但不是 我們送的東西都是挺驚喜的 是甚麼 我是把所有的可樂 印上他的名字和對他的祝福 然後我就把蛋糕點了蠟燭 因為我原本以為是很快的 然後就燒出了 雪櫃 燒出了雪櫃 因為為甚麼呢 因為我想在雪櫃裏面 整個燈很漂亮 然後就有很多可樂 放得很漂亮 其實很快的 我打算一下打開 馬上可以 哇 但是那個很熱 然後就穿了個洞 真的燒爛了雪櫃 但是很甜蜜的 很難忘 我是因為很難忘 我拍片拍著他的反應 就是你會看到他那種開心 你會看到他是一個 好像回到年輕的感覺 青春的他打開 只不過是燒緊的 然後他就說 你會感覺到他那一聲 是法治內心的忠義 但他反過來就未必會做那麼多的事 他平時做得夠多 其實你明明那種感動的位置 你是長時間 你是細水長流的那種感動 你一個人 可以這麼忙的情況之下 無論你幾點回來 你叫他起來陪你聊天 他都會陪你 支持你的當然好 但有些人會想想 那時候會不會覺得 我也有努力 其實我沒有去想那件事 因為為甚麼 幸好那時候我拍攝《發言人》 我真的如火如荼 對不起 我真是忙到 你知不知道我連頒獎電禮當天 我自己第二天就要拍《林洪酒》那場戲 《幾頁子的對白》 其實我整個腦都還在田幼間 那些戲 我要拿完獎之後 我連踩三十個小時 你不要說你的留言 其實你享受那個興奮 都未必可以有那麼長時間去 我有享受的 你知不知道那一刻 其實回到我最感動的 就是 首先陳曉他在網上第一時間 他支持了我 還有我的同學 我回到家其實都半夜 我沒想到他 還有我另外的同學 在網上等我 和我視頻慶祝 然後陪我聊天 在早上六點 我對著他們 我都真是哭 但他說你要開工 之後一會兒又要開工 其實人大過了 你更加會懂得去分很多東西 當然總會有人喜歡你 總會有人不喜歡你 我覺得是記住自己的初心 和你自己其實在這個過程裡得到很多東西 當然善意的評價 是真的可以幫到你 你會懂得去分析 去吸收 所以我覺得是可以的 我覺得為甚麼呢 我又收到郭俊安 我兒子他發給我的訊息 他都是一個很重要的 Mentor 是的 也是 是要來要長 他們都給了很多的鼓勵我 當你拿完獎之後 他說你放輕鬆 因為有些時候 人們可能覺得 拿完獎之後你緊了 你不懂得去 但是我幸好有這樣的前輩 給了一個很好的 Advisor 是的 你說完之後 你自己就會去調節 也會記住他們說的話 所以我在演發言人的時候 其實我是真的很放開去享受我的事 沒有被事後的東西困住了你 沒有 其實到現在 有些時候人們問我 你拿完獎之後覺得有沒有不同 我說真的沒有 其實很多人可以問我身邊的朋友 他們說你完全沒有誰 其實我想說 如果大家看完這集訪問的話 你看到電視是很嚴肅 新的這套輕鬆一點 但是他也是嚴肅的 他也是很嚴肅 但是你跟他聊天 其實他有少少少女 而且是傻的 很多人 你知道我們今次逆天宇的時候 有一個導演 他沒有跟我合作過 他說 明明我想和你聊一聊天 他說 其實我之前還沒跟你合作 這個第一次 我以前覺得你不是這樣 為什麼 他說 我覺得你是那些遇者風 哭哭的 那些好像不說話 我認識我的人都知道 認識我的人都知道 我第一次見到你就是 朱全 再支持你 在攤聽的時候 對 怎樣好 最後還有一個問題 還想不想獲獎 其實都是那一句 我不是因為拿獎而拍戲 我希望其實 我今年有追幾套戲 我覺得大家都演得非常好 我覺得大家一起百花齊放 是最開心的 好的 希望你繼續事事順利 身體健康 多謝大家這麼說 肚子就等你們自己 隨緣 祝你事事順利 心想事成 人非事 多謝大家 多謝